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有一年 刘德华和林家栋会灭表情 严肃地说 你就先别接西了 休息一阵 并且这段时间我给你钱 但是没想到的是 休息了没多长时间 刘德华的公司就渐渐经营不下去了 但是林家栋却不离不弃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之所以刘德华想让林家栋休息一段时间 是因为林家栋拍电影 总有一种电视剧的感觉 但是又不能明着说出来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之后 刘德华公司快倒闭的时候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各自飞了 只有林家栋一人还在公司 刘德华问他怎么还没走 林家栋说自己会永远陪着刘德华 那一刻 刘德华对林家栋有了新的认识之后 刘德华的公司东山再起 之前想回来的都被拒之门外 只同意了林家栋一个人 并且在之后的电影中 刘德华为了感谢林家栋还在电影中 将自己的戏份删减 让林家栋的戏份多一点 林家栋也不负众望 成功地得到了最佳男配角 在领奖台上 林家栋当场感谢接了刘德华 刘德华也在后来节目中表示 林家栋是自己一生的兄弟 两人的友情也是坚不可摧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